你和你的男朋友在微信上聊天时 他都是怎么回复你的 是长还是短 是多还是少 是他主动找话题 还是你主动说 其实通过他对你的消息的回复 就可以看出他对你的态度 对你的心意 如果他像以下自己点这样回复你 那他铁定不爱你的 第一点 你给他发的消息多 他回复的消息却很少 偶尔多说点也只是敷衍 如果你的男人很爱你 那么他对你的信心是很重视的 你的消息他都会回复 并且给你回一大串消息 他对你们之间的聊天很有兴趣 能跟你聊很长时间 他想和你说的心里话有很多 他还经常主动给你发消息 你能感觉到他的心意 也会很甜蜜 很幸福 他也感觉到很甜蜜 很幸福 相反 如果你的男人根本不爱你 你给他发了很多消息 他回复的很少 你给他发一条 他就回一条 甚至你给他发三条 他就回你一条 就是勉勉强强的回复 他根本就没有兴趣跟你聊天 他的消息都很冷淡 很少而有关心的 所以说 他如果给你的回复很少 而且冷冷的 那么他也许对你那些什么感觉 你可以离开他了 第二点 给你的回复太负面了 如果你的男人给你的回复总是很简短 你给他发很多条消息 他都只这样 哦哦哦 甚至就一个嗯哦 这一看就是很负面了 对你不冷不热的 你跟他聊天很容蓄 你兴致勃勃的给他发一大串消息 他就这样简单的回你几个字 那你心里会好受吗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 不爱你 爱你的男人 他给你的回复是带有爱意的 态度是很认真的 你开心的时候 他给你的回复是有些滑稽的 然后你们聊天时 互相聊对方 你不开心的时候 他给你的回复非常短期 他不会简单和平心情 而是很认真的 想让你开心 或者他给你发了一份消息 跟你分享他的事情 然后你们聊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们的聊天话 你也总是很多的 第三点 对于你的消息 他也不看发消息的时间 就是简单的回忆一下 你跟男朋友发的消息 他很常使人家回忆一室 就像偶尔看了点 你也能来回忆一下 打发打发意 他也不在意 哪条消息是什么时间发的 就算错过了 你就在意 时间不足了 也许你给他发的消息 有好几个时间段 那他也是少少 回忆一下 你也不在意 所以你一直等男朋友的消息 你拿住一步 或者回到三十年 但是跟别回忆一样 你难道不敢过吗 想法 如果男朋友很爱你 但他也不愿意 不愿意回忆的消息 为止会有事搬车 但他几乎都是马上回忆车 甚至多补充几句 他很在意你妈的消息 他还会等待你的回忆 而不会吵吵了之 所以说你的男朋友 对你的消息来敷衍吧 但他就是不在乎 你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 总的就是不在乎 以上三点 就是关于男朋友 回复消息的表现 如果你的男朋友 很少回复你的消息 或者不回复你的消息 要不就是简单地敷衍你一下 这样的男朋友 真的不值得你跟他在一起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还是趁早离开他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